台湾国产高端疫苗今天上市开打了 立委张亮万坚跟彩券工会理事长何玉琦 今天也带了许多地方人士到现场接种 肯定台湾疫苗的品质 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台湾疫情虽然已经得到控制 但是仍然要关注疫情跟疫苗 台湾国产高端疫苗也在2021年8月23号的今天上市开打 立法委员张亮万坚 跟台湾彩券工会理事长何玉琦 带头挽起袖子雇台湾 今天早上10点率先在台中市西屯区的重方诊所 施打高端疫苗 肯定台湾疫苗的品质 支持国产疫苗 台湾防疫成功 赞 第一个就是它的解盲成功 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通过政府专家学者会议 然后能够顺利的取得政府的EUA 就是紧急使用的授权 那我们愿意带头来施打 那今天就是我们 我找了张耀宗议员 林启峰议员 那我想国产疫苗如果能够成功 将会是台湾防疫很重要的战略物资 立委张亮万坚说 台湾拥有自己的疫苗 让大家都能施打 才能达成群体免疫的目标 而且高端疫苗经过专家学者研发检验 已经成功解盲 通过政府的EUA紧急使用授权 他肯定台湾生技产业的专业 希望防疫回归科学 不要成为政治口水战 台湾采券工会理事长何玉琦 也带头在现场卷起袖子 施打高端疫苗 希望透过鼓励民众参与防疫行动 让台湾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我觉得要让台湾的社会早日恢复 以前的一个繁荣的龙子 所以我愿意来支持国产疫苗 来打高端 是希望民众 如果他有疫苗可以施打 预约到了 就勇敢的去打 因为毕竟这个都有经过 临床验证的实验 而且证实也审得过了 那安全度跟效度上是没有问题的 卫福部呼吁民众 踊跃预约接种 不必挑选国产或国外的疫苗 而今天在重方诊所 打高端疫苗的民众也表示 施打疫苗过程非常快速 打完后完全不会感觉不舒服 相当肯定国产疫苗的品质 跟医护人员的努力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博雅文 台中报导